為什麼它叫人渣喉呢? 因為其實它本身是做一些交修 或者像現在這樣,我買了一隻新動物 那些拍蟲舖拿過來給我去養牠 就是運送牠, sorry 但是有些人會拿這個箱來養一些動物 那我們就會說為什麼它叫人渣呢? 因為這個size養一隻動物,養一小是很人渣的動物 應該要有多大才不是人渣 這條來說,A4以上 這樣也很容易不做人渣 所以為什麼它叫人渣,因為箱是這樣 是,明明有... 拿上來看就好,可以吧 等等,等等 招下來 這隻 寵物和盒子的比例是這樣的 其實這樣讓牠真的不會死 但是真的是人渣 所以就... 原來這樣就不是人渣 那就是人渣 因為始終像大細波一樣,要差一點而已 我真的差一點 對,那... 都銷到絕湯房 對,還有很多更極端的例子 可能就是牠有些有毒的動物 對,我們也有不同的門派 可能為什麼經常都會說 可能這個圈子很亂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交押 或者因為大家文化不同 所以你的圈子都會... 都會有 都會有 牠叫什麼,你有你用 我們有一個很搞笑的幫牌,叫做廚房指牌 就是覺得... 因為牠行女 我們剛才說養牠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平衡的環境 給一些沙石,給一些樹皮做底材 有些人就很極端 即是做我家 就說這些牠們吃東西 可能會咬到木 或者吞到一些沙石會 會弄傷腸胃 那一定要用廚房指去養 放釘太長眼殘 就是牠拔不到膠 就不能吃 那時候會吵 那些人會說 其實野外的牠們是沒有廚房指用的 就是有不同的觀點和論點 我可以摸牠嗎 所以有這個門牌之分